行 我想问几个问题 女生你每次离开她走的时候 都是怎么想的 是说离开这个男人 还是跟她置气啊 当时我就觉得挺气的 然后就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走了 所以如果她要不去找你 你们的感情也就结束了 对不对 对 男生你每次去找她 每次去找她 你烦不烦啊 因为两个人 有时候吧 在一起久了 可能就舍不得 因为两个人之间 可能就是一点小小的问题 但是她每次就捞得很大 小小的矛盾 但我就只是想要 那么一点点要求 行 我还想问 就是女生 你对男生的这种工作状态 你满意吗 不满意 就比如说工地那些 我就感觉很危险了 我想让她换一份 比较安全的工作 行 你们俩这个恋爱 谈的主要是去旅行的是吧 你们俩谈的是 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她那边 说追就追去了是吧 然后女生觉得 说翻脸就翻脸是吧 你没想过 就是她要真不追你了 你会不会后悔这个走啊 说后悔的话 还是有一点后悔的 她每次出现的时候 你都特别有成就感吧 看 又来了 看 又来了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 把两个人的这个问题解决掉 然后 你指的解决掉是指什么 要不就搬到你那儿 跟你过小日子 要不然就分手 是吧 也不是这种吧 那是哪种 我只是想让她 现在有个稳定的收入 然后不要天天打游戏啊 因为我就觉得 跟她在一起那么多年 走南城北了 然后 什么苦也跟她吃了 两个人都快要结婚的那种 然后就双方都见了父母 主要是因为双方 见了父母要结婚吧 你觉得你们俩 现在的感情 到了结婚那个时间了吗 你们俩能结婚吗 就这样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应该 可不能 对啊 所以你们听听 老师们的建议吧 应该如何规划未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感觉 你们两个人的 爱情经历 可以写进 爱情教训教科书 为什么 没有这么折腾 你不停地跑 他不停地追 你认为他一定会来找你 对吧 因为他心中 对你有爱 但你认为 你这样的跑 有道理吗 他的工作 可能很辛苦 他的工作 可能 你认为可以更好 但是你也应该 让他稳定下来 发转一下 你对他的工作人生 有你自己的标准 但这种标准 适不适合他呢 他做不做得到呢 你不能说 他干一个工作 你影响我生活了 干一个工作 你影响我什么了 那你让他 变得无所事从 所以你这样的 不停地奔跑 还幸亏 有一个人 在不停地追赶 换了我 你讨两个 我绝对不会追 第三个 没意义 一次赌气 没有问题 两次 三次 五次 六次 你说你还是赌气吗 你这样的习惯 谁能适应得了 所以他的痛苦 我还真的很同情 当然你也有错 在谢女友面前 敢去赞美前女友 这是在走爱情的钢丝 是不想好下去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核心 是心态出了问题 尤其是女生 我们对生活 有时候讲 知着常热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生活的不易 艰辛 知着常热 我以最好的心态 最好的意志 我去面对就成了 我们人生 就像坐公交车 有的人 一上车就有座位 有的人 要站到终站 但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怨天不忧人 心情就好了 生活就幸福了 懂吗 谢伯鸿兄